上任兩年召開過110次的行政院會 竟然在這110次院會中 完全沒有提到台鐵改革 完全沒有提到台鐵安全的相關議題 我們非常的訝異 竟然台鐵的安全 台鐵的改革 在蘇貞丸院長的心中 那麼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他提到台鐵安全的次數竟然是零 對於台鐵改革 莫不關心 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我們懷疑你 除了無能以外 你還是無心 疏於督導 卻熱於鬥爭 行政院會是行政院最重要 而且例行性的會議 我們記得蘇貞丸院長曾經在行政院會上 修理過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批韓國瑜沒有參加院會 還計算他說請他要記得參加 結果韓國瑜去參加行政院會 他又酸韓國瑜 又黑韓國瑜 弄了影片 影射韓國瑜在院會打瞌睡 所以蘇貞丸院長把行政院會當作政治鬥爭的場所 卻不願意好好開會討論台鐵的安全 代夫指手 昏庸無能 你應該向國人謝罪 蘇貞丸院長你晚上睡得好嗎 你午夜夢迴的時候會不會想著 如果我當時更重視我們的交通安全 今天這50多條人命 是不是就可以重聚天倫之樂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這樣災害的發生 蘇貞昌在2019年1月14號上任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普悠瑪事故 才兩個半月前在發生 所以在那個時候 其實交通的安全 在全國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重視的事情 開了110次的行政院會 一次都沒有討論台鐵安全 他的快速是在兩年之內 最重要的跨部會協調 跟各縣市首長討論的行政院會 一次都沒有討論台鐵安全 蔡英文總統 這就是你的快速跟積極嗎 蘇貞昌院長 你的良心過得去嗎 難道蘇貞昌院長 你過去提到的台鐵 我們要拆開來看嗎 你提到的台只有台灣價值 你提到的鐵是鐵齒到底嗎 他這就是 Andhra 唯然是韌院長 我進行其他現場的 就是對方有興趣的 這樣會是可以進行不積極的 你不願意在家旅底的 那是誰 那是甚麼 我沒有見面 你不是騎擾 有興趣的人 是 你不是騎擾